Hello 我是Luckuckuckie 今次講一講PND今日公布的新情報 看一看伊點講 是九月份的十周年Power Up 部分Monster的對象是先介紹下的 今次是有四位 而這四位是不約而同 恰好地都是低wear角色 例如是超寒死魚 不是超寒吞拿魚啦兩星 白虎六星不講啦 而水劍轉身是3星 火劍超炎版是4星 不約而同剛剛好都是低wear重 所以毫無疑問地官方將會在9月份先推一波低wear重 這個用意亦是火番今期one piece的合作重 百獸海多 所以名海多的朋友或是想名海多的朋友 今次角色一定看一看 好先解釋 首先是超汗玻璃 這條刺身魚是加7C強化的似乎是 在覺醒4SB4水珠強化 兼47C之下火力方面就還好 但4SB泛用性不錯 加上心追之下解混解封條都OK 而三圍都不算差 起碼都是8000血 而技能6CD技是回復兼解落 並且變換技是暗變水 木變深 變相水深生成 但暗變相這招技就不太適合海多 畢竟是少點火力 隊長技是2倍寸3位的體力系 今天2秒時間現場 水火光就半減12倍攻 坦度都不錯 只是沒有加算沒有追打 OK 感謝貼身魚 第二位是超轉身白虎 白虎呢 覺醒方面是超級大buff 在buff到原版是怎樣我都忘記了 沒有記錯原版是腰字6顆的 好似是 現在是壓縮變了6腰字的3腰字PASS 加2顆3色強化的 變相火力大幅提升 再來覺醒方面變回SB追加 即是最低4SB兼3色腰字火力 今天暗狀態都有防 3位不錯 8CD技跟回原版跟回之前 都是解落3色陣兼加速的 而隊長技是不回攻 有3.5倍變回4倍 其他就不變的 所以主要強化都是火力方面 當眼鏡兼雙3色並且6腰 火力方面相當之高 只是腰字的話跟魯菲雙性不是太高 今天本身單屬角色 火力方面假如想高一點要轉屬性 但毫無疑問地BUFF有 最後一位第三位是專身的水劍 水劍都大BUFF 覺醒方面多雙10師上妖 並且4水珠、雙水珠強化、雙水珠串燒 都是水屬性向 而技能方面是解落兼轉水珠 木變水3CD技 都算是短CD解落技 隊長就不用看了 都說2.5倍輕減 3C加速不錯 我想這隻有機會用回一些特殊關卡 即限星數關卡 畢竟三隻技能是可以loop的 而最後一位4星角色 超炎魔劍士的版本 這位強化都是有的 首先壓縮火珠強化 變回噗斯 再加S-Speed 和10師追加 變相4S-B火力方面高一點 而技能是9CD的解落水變火 並且兩彎 是兩彎貫通無效 沒有記錯原版是18CD BUFF完之後除2 9CD技 兩彎貫通無效 以分無負感來說是非常漂亮的技 可以說是1P石犬的低配版 隊長技就不用看了 是限回轉身的綁定編成 但這裏我想既然火屬有的話 變相剩下4屬水 木光暗都會有 而不方面都是相同的 加SB+,多10師 好這裏是4位10周年角色Power Up隊長 阿姨就說其他角色會在後日 即是不久將來就會公開 各位可以敬請期待 畢竟這次強化重心 是以低星數為主 變相都是間接或者直接不回海多 OK今次1P星7海多 八獸海多 海多估自然是厲害 在進化之後這招技之下 但可惜的是隊長技方面是太難用了 目前這一刻來說 畢竟編成綁定26星數 計算數的話 減回個人勝數8星 剩下18星22 18星除3 即編成入入3隻1P角色6星就幾乎爆煲了 所以玩的時候要讓一隻 因為這個原因之下 導致海多不易砌隊 但好記在PND Producers 三本講過 這下半年官方是會著手推一些低星數角色 而今期10周年強化都算是履行少少少的承諾 但個人認為是未夠的 畢竟以今日幾隻為例 雖然星數很低 2星3星的魔劍士 不是水劍 但功能方面都不算很夠 即是這條刺身魚都是用回解落劍生成用 6CD是太長 而水劍也是還好 短CD的合計成是好少少 但都不算好漂亮 所以假如硬進入可多的編成個人認為是不太對 畢竟敢砌結果個人寧願是空一隻 即是讓一隻算了 因為入隊的必要性不算很大 但假如有些類似招牌龍火防龍的版本呢 即是兩星兼極高火力 技能都不算很差的角色呢 那些就適合了河多 畢竟河多這一招也是勝在不綁任何屬性在別 是單單是低回26星數時 就全角色全3為5倍 所以目前最難想只是個星數 解決星數方面搞定之後 河多就是新世界的神 OK 八十河多 期待之後的強化 應該是期待之後的三碗助攻 看看過兩天之後有沒有什麼驚喜 好 那次影片就到這裡 最甜的希望給你按讚和訂閱我 我們下集中 拜拜